金马男配有话说 彭于晏和嘉辉双影帝 这次金马奖 彭于晏凭借电影激战中的出色表现 再次获得最佳男配决提名 算上之前的基因决定 我爱你翻误吧阿信 这次彭于晏已经是第三度入围金马奖 不过因为对手强劲 前两次都空手而归 所以被问这次信心如何 彭于晏就大方地开启了自己的玩笑 对 因为你没在意表示你还不够好 那那没有关系 就是在你里面就好 但现在已经很高兴 其实小编看好你啦彭于晏 这3%的体质身材也不能白练呢 而除了自己入围男配角 这次和彭于晏都有过合作的张嘉辉 梁嘉辉就要在最佳男主角的奖项上 一较高下 巧合的是两人都要嘉辉 都和彭于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小编实在想刁难一下彭于晏 你觉得谁的得奖机会更大呢 问题非常的艰难 因为其实两个表演都不同的 但嘉辉哥一定是嘉辉哥得奖 对啊 是吗 那两个都会得奖 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组的 所以我希望他们都得双赢地 小编点评 我说小鹏啊 双黄档你可不是随便乱下的哦 有没有 你 by bwd6